你看这是要打加强针的疫苗吗 是要我接种Pfizer啊 这样的话不是要打混打疫苗咯 卫生部长凯利10月21日宣布 卫生部会采取混打疫苗方式 为以完成科兴疫苗接种 至少三个月的60岁以上人士 接种辉瑞疫苗作为加强针 不过于几个月前 全国人民踊跃接种两剂疫苗相比 民众对于接种加强针的反应 似乎没有那么热烈 凯利就指出 有约40%接获预约的民众 缺席了加强针的接种 这反映出 有些长者勇敢地接种加强针的同时 也有不少民众对这项措施有所顾虑 到底民众对于接种加强针 报纸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我的决定是马上确认 我的儿子是叫我不要打 我说不要紧的啦 我是马上确认 有什么样的 就必须打了 我现在一定是马上确认 救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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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